我好想你啊 妈 我好想你啊 妈 老马 来了 你好 您这是要捡点什么呀 让我看看啊 来 来个公宝鸡地儿 行 行交牛柳 好 再来一个香蕃苗拌鸭针 行了 然后再加一瓶二锅头 好嘞 你稍等啊 谢谢啊 许志根呢 许志根 你的人生真失败 简直就是个窝能废 老婆活着的时候 老婆看不起你 现在竟然连儿子都看不起你 你说你这排运怎么这么差呢 不行 我只是最近有点背 所以老叔姐 等我运气来了 赚了大钱 看谁还瞧不起我 来 你的菜齐了啊 老板 怎么着您这是 算账 算账 您这个一共九十二 那个 老板 跟您说实话吧 我今天啊 出来没 没装钱 您干这么着 我这电视啊 买的时候 缴一千块钱呢 您这饭是九十二块钱是吧 我现在怎么着都能卖一百 一百减九十二还剩八块 八块我就不要了 就 好小子 你也不打听打听 敢在我这吃饭 不是 你 不是八王餐老板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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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够我这套 拿钱 不是 我没钱啊 老板 不是 你看 这没钱 我有钱我就给您了 您这样 要不这样行不行 这电视机给您 完了 您要是觉得还不解气的话 您就当看耍猴了行吗 我自己打自己 您就当看耍猴了 行吗 我自己打我自己打 我自己来 我不是人 行行行行行了 你呀 算我倒霉 赶紧滚蛋 谢谢老板 来 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爸 是我唯一的亲缘 我要不管他 更没有人管他了 妈 您为什么那么狠心 为什么要偏要我一个人走啊 妈 姑姑 东兴 这脸怎么了 没事 摔的 摔的 这可不像摔的 是不是又别人打你了 跟姑说 姑姑找到去 我真没有 妈 你就别管他了 这个出卖兄弟的小人 要不是他跟成东父母说那事 那成东父母能来咱们这儿闹吗 闭嘴吧你 我没有出卖 我只是看成东的爸妈 太伤心了 才告诉他们的 东兴你没错 就应该如实说 做人就应该说实话 你没错 别理他 做作业去 东兴啊 你这会儿找姑有什么事吗 姑姑 我爸 我爸又不见了 家里 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你爸干什么去了 我 我不知道 你爸是不是赌博去了 你这爸是真够可以的 你怎么有这么一个爸呢 我爸 我爸 我爸其实去找工作了 工什么做呀 你别替他隐瞒了 我还不知道他呀 红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老家有点事 我得回老家一趟 这几天这摊也不能摆了 这谁家孩子啊 我一个远方表弟的 这孩子呀 可怜着呢 妈前段时间出车祸去世了 那爸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就知道赌博 这孩子好几天没吃饭 姑姑 你真误会了 我爸他其实不是那种人 他 他你以前挺好的 多好的孩子呀这是 对了 我这还要卖剩下的口香糖 我拿回家也没什么用 来 给你拿回去卖点钱 让这孩子多买几顿饭吃吧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你也不客气 来 红姐 那我先走了啊 我还得赶车呢 赶紧去吧 再见啊 红姐 东欣 坐那儿去 姑姑给你拿酒菜盒子 嗯 快去 我昨天卖口香糖 被校长发现了 给没收了 说让家长过去一下 我爸爸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您能不能 成 姑姑跟你去 谢谢姑姑 没事 你等我一下 走 嗯 请进 校长 您好 你好 我是许东欣的姑姑 她的爸爸妈妈怎么没有来啊 她妈妈 她前不久出车祸去世了 去世了 她爸爸 这人哪 成天的不务正业 连个人影也找不着 所以就只好我来了 校长 东欣这孩子呀 不容易 这妈没有了 这爸呢 这爸呢 整天找不着 所以这孩子经常地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天在市场碰见一个好心人 就把他剩余的那个苦香糖给了东兴 让他拿去卖点钱 这孩子不懂事 所以就拿到学校来卖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学校里卖口香糖是不对的 对对对 对吧 鉴于呢 她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这一次呢 就不追究她了 好不好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东西呢 你们拿回去 好吧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成了 校长 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校长 好 再见 校长再见 再见 我给 永星 你不写作业干嘛呢 跟你说话呢 我没 没干什么 我给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啊 把作业写完了 爸爸带你到夜市吃韭菜盒子去 鬼鬼祟祟干嘛呢 起来 起来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这 偷我的钱是不是 我 我没偷你钱 这钱 这钱是我卖口香糖攒的 还 还撒谎 还卖口香糖 你怎么不买飞机大炮啊 你买飞机大炮 你 你给我站住 兔崽子 你还跑 站住 公公公公 快救救我 怎么了 怎么了 兔崽子 我让你跑 过来 你干嘛 姐 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他偷我钱呢 我没偷你钱 这钱是我卖口香糖攒的 你还撒谎嘴硬是吧 姐 别听都胡说八道 你看我撕不撕他的嘴 过来 你撕谁的嘴呢 这钱是东西卖口香糖挣来的 我可以证明 就 这就凭他 凭他怎么了 凭你能证啊 不像有的人 一天到晚好意勿劳的 你正要吃了上顿没下顿 让人瞧不起 不是我问你许志根 你觉得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 是 我知道 压根你就瞧不起我 不是我瞧不起你 是你自己不想被人瞧得起 你等着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回去 我苦心端研赌术 我许志根早晚有一天当上赌神 你信不信 到时候我告诉你 我住别墅开奔驰 我天天让你看 你做梦去吧你 你等着 拿过来 许志根 我的钱 你这不是东西你 我的钱 来 东西 行了 不哭了 东西 哭过 这钱我想买米的 跟姑去市场吧 我 这干嘛呢 方老板 你怎么拿了 我来看看东西 怎么 不欢迎啊 哪里 欢迎 欢迎 倒水 来 走 走 走 坐 坐 喝点水 这群方一走 你们父子俩还挺不容易的 可不是吗 还是 方老板说话的暖心 这 群方一走啊 就剩我们俩 相依为命了 日子过得 挺可怜的 那你看方老板能不能 这不还有卫红呢吗 他多关心你们呀 我听说 他昨天还组织夜市里的小贩们 给东西搞了一个上学基金是吧 你别 有这事 你 你 你怎么跟老子说啊 钱呢 钱 钱不在我这 我给卫红姑姑保管了 凭什么呀 我才是你的监护人呢 他是个什么东西 人卫红也是好心 不过这钱没给你呀 我听说这捐子得有两千块呢 都放他那儿了 两千哪 没 没有那么多 就六百多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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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会儿啊 跟着我去 把钱要回来 行了 那你就去办你该办的事吧 我也走了啊 行 没事来啊 方老板 走 智哥 你这是干嘛呢 气冲冲的 怎么了 姐 名人不说暗话 你说你这个人平时挺实在的一个人 关键时候 做事怎么那么不地道呢你 不是 我怎么不地道了 你把话说清楚了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 我问你 你为什么把大家伙 捐给东兴上学的钱给贪污了呢 你跟吃了枪药似的 就为这事啊 对 就为这事 我告诉你 我心里不平衡 你今天给我解释清楚了 爸 行了 我 你是不是又打东兴了 我不打他才怪 小兔崽子 整天帮着外人合起伙来骗我 回去我再收拾 爸 没有 你干什么呢你 你这么对东兴 那裙发能毕业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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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别动不动就拿裙方出来说事 我不吃力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 你赶紧的 把大家伙捐给他的钱给我 把钱给你行 但是我得告诉你 那些钱是大伙捐给东兴上学的 你别拿去赌了啊 不是 姐 我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你别忘了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的钱也是他的钱 再说了 我是他亲爹 对不对 我不给他花给谁花 行了 行了 别再那闹了 我给你拿 你等着 姑 闭嘴 爸 给 你记着啊 这钱你得用在正道上 你得有点良心 姑姑 不哭了 这关键时刻怎么连他上学的钱都瘫了你 我怎么瘫了 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大家伙捐给他的钱那是两千块钱 这才多少钱啊 你看看 这才六百多 这根 天地良心 就六百多块钱 不是 你听谁说的两千多块钱啊 我听 你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 对不对 反正我是知道 你别想掏我的钱 我告诉你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东兴当时就在场 你问东兴 到底多少钱 你说 爸 姑姑没说错 就是六百八 兔崽子 我抽死你 干吗呀你 我 那行 这事不算完啊 你赶紧着 把我剩下的那一千多块钱准备好 要不然 我跟你没完 不是 不是 你就是一个混蛋吗你